和精巧的小摆设 一般中等有产者家庭里的东西 这里也一应俱全 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 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 摆出一桌韭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 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 也是乱糟糟的 可在哈布兰大街五号 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 也每天抽多少烟 爱尔沙都给他安排好了 庄重的家具擦得正亮 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 房间里窗明激净 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 然而 爱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 在科学事业 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 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 在这个体面 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 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 流浪汉 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 他会不穿袜子 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 坐到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 爱尔沙洋装生气 向他提出抗议 他呢 笑眯眯地说 不要紧的 夫人 客人都是熟朋友 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 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 心不在焉的神情 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 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 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 总显得有点不协调 可这位主人 完全不顾这些 我行我素 爱尔沙给人的印象 恰好相反 如卓别林 在1931年 第一次遇到爱尔沙后 曾对她做过这样的描绘 她亭亭玉力 精力充沛 能够成为伟人的妻子 她很高兴 而且 她也很坦率 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 她的热情惹人喜爱 和爱因斯坦结合 爱尔沙心满意足 特别是爱因斯坦 与自己的两个女儿关系融洽 更让爱尔沙感到幸福 爱因斯坦 则像长期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 总算有佳了 这对爱因斯坦来说 却有很大好处 她喜欢有人照顾自己 也很喜欢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 科学家 艺术家 外交家 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这舒适 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没有改造爱因斯坦 相反 她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独 她的朋友和访问者 都这样说过 爱因斯坦以前的生活 是豪放不羁的 现在开始过起 中产阶级的生活来了 她的家庭 如同柏林的典型 小康之家一样 家里有豪华的家具 地毯 画 但是 人们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时起 就会发现 她是这样环境中的外人 中产阶级家庭里 豪放无稽的客人 尽管爱尔沙对新的家庭很满意 也深深爱着爱因斯坦 但许多人发现 或说感觉到 爱因斯坦与爱尔沙间的关系 并不十分亲密 爱尔沙卧室的隔壁 是两个女儿的卧室 爱因斯坦的卧室 则在楼下大厅里 她们俩看起来 不像是一对有失共同商量和考虑问题的夫妻 爱尔沙有一次给埃伦菲斯特写信说 爱因斯坦的意志是难以揣测的 她很注意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舆论 在这一点上 她与丈夫恰恰相反 爱因斯坦则在许多场合说闲话的时候流露出 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 她对神圣婚姻的快乐是有保留的 例如有人看见她不断地清除自己的烟袋 就问她是因为喜欢抽烟才抽烟呢 还是只为了清除和重新装满烟袋呢 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们的目的在于抽烟 我想结果总有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生活也像抽烟 婚姻更像抽烟 1936年 爱尔沙刚刚去世不久 爱因斯坦给波恩写信说 我已经十分适应新的环境了 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样 与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 我现在觉得自由多了 由于我的老伴去世 这种熊的特性也增多了 它比我喜欢交际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够优雅 然而很坦率地描写出自己的家庭 1955年3月 爱因斯坦终生的挚友贝索 刚刚去世不久 他给贝索家里写信说 我最钦佩贝索的是 作为一个人 他多年来不仅与爱人和平相处 而且一直相亲相爱 很惭愧 我每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 太需要孤独了 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 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 就像他的书房 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 在宽敞 明亮 舒适 优雅的书房里 他不自由 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 他又感到自由了 他光着脚 只穿一件薄毛衣 坐在安乐椅里 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 杂志和草稿纸 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 墙上挂着法拉第和迈克斯维的肖像 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 搬家的时候丢失了 从小窗户里看出去 是一片屋顶的海洋 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 这里是与世隔绝的 除了助手 谁都不准进来 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 在孤独之中 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 在爱尔沙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 并住在儿子家中 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 1902年 他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 他又没有收入 起先他到海亨根和他姐姐范妮住在一起 之后 他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 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 操持家务 教育几个小孩子 孩子们对他很是静默 后来一段时间 他给那位双父的弟弟雅各布 苛刻管理家务 接着 他又搬到鲁塞奈 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 温特勒在一起居住 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 病情十分严重 只得到罗斯脑疗养院住院治疗 住院以后不久他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 1919年12月 爱尔沙给埃伦菲斯特写信说 母亲病以垂危 将迁移到柏林来 1920年初 柏林到达柏林 一同前来的 还有玛雅 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 柏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 马菲治疗对他的大脑有所影响 但是他眷恋人生 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 柏林于二月去世 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 柏林去世后不久 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 我们精疲力竭 人可以从内心深处 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伟大的验证 在20年代初 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 都未曾获得过的圣语 英菲尔德对1919年日式观测 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 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 曾发表过一些 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 人们厌恶战争 屠杀和国际阴谋 战壕 炸弹 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迹 谈论战争的书籍 没有销路和读者 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 并想把战争遗忘 而这种现象 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 人们的视线 从布满坟墓的地面 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 抽象的思想 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 日时的神秘 和人类理性的力量 罗曼蒂克的场景 几分钟的黑暗 耳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 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 是多么不同啊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 但直接的原因 则是对全日时的观察中 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 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 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妈妈 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 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 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 爱丁顿在十分之九秒和一又五分之四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 恭喜恭喜 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 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 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 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 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 在博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 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 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 观测不出来 1911年 布拉格的教授发现 这个效应在日全时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 并且发现 在日全时的情况下 变区度是零分点871 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 因此 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他仍然相信牛顿 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 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威力说中 也能计算出这个零分 八十七 1912年 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 几年之后 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 1915年 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一分 74 也就是说 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 因此二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1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但是他信心坚定 他写信给贝索说 不论日时的观察是否成功 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 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 一支阿根廷日时远征队开到巴西 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 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 由弗洛因德里希率领 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 观察8月21日的日时 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 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分74 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时观察的数据 可日时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 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时的机会 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 早先希望在日时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 一位美国人对日时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 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 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 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 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只是摇头 与爱因斯坦一样 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 1916年春天 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 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 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希特教授 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 就把它寄到了剑桥 爱丁顿一眼就看出 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 同时请得希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 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 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 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时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时 刚好金牛座中的B宿星团在太阳附近 如果天气晴朗 用照相的办法 至少可以照出13颗很亮的星 这是天赐良机 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 来一个判决 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 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 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 否则 不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 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星光将会拐弯 拐过一分 74 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 要用照相机照出这一分 74的偏转角 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 不过 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 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 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时观测的准备工作 当时 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 英国人民正在挨饿 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 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 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 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 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 可是 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 是和平主义者 他执着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 对科学的执着 感染了皇家天文官戴逊 这次全日时 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 戴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 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 和南美洲的索布拉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 在格林尼智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 举行了日式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巨大的书房里 戴逊在花地毯上夺过来 夺过去 向两位队长做最后的交代 爱丁顿细长的身子 埋在大沙发里 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 像出神 戴逊讲完了 爱丁顿的副手 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 就笑着说 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 不是零分 八十七 也不是一分 七十四 而是三分 四 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 是在望远镜下 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 他没有爱丁顿 那样的数学造诣 在他看来 爱丁顿对爱因斯坦 佩服的五体投地 实在有点好笑 广义相对论在优美 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 穿在天文学身上 会不会合身呢 那一套玄乎乎的空实理论 光的弯曲 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 是接受不了 也不愿接受的 所以 副手的这一番话 很有点 以于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作声 眼睛仍然盯着墙上 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 不管是什么结果 意义总是非凡的 爱丁顿 对此早就想过 这次日识远征队 可能会第一次 证明光的重量 即牛顿值 或许还可以证实 爱因斯坦的 非欧空间的怪论 或许会出现 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 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 他把两手一弹 对爱丁顿的副手说 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 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 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 吩咐各自的目的地 爱丁顿在4月23日 到达普林西比岛 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架设望远镜 视拍照片 一切准备就绪 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 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 把自己的真面目 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 终于来到了 可真糟糕 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 焦急地来回躲着 不一会儿 他就跑到帐篷门口 仰望老天爷的苦脸 爱丁顿的脸比老天爷更苦 两个助手 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 在帐篷的一角做鬼脸 打手势 说怪话 活该 这雨下得好 上帝给他的惩罚 谁让他那么起劲 拖着我们大家 跑到这个热带鬼地方 来为德国鬼子效劳 助手的怪话 爱丁顿没有听见 他的脾气有点淤 据说在一次宴席上 有一位客人对他说 教授 听人说 世界上只有三个人 不 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 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 教授 你也是一个 嗯 不 爱丁顿带着陈思的神情 摇了摇头 教授 不必谦虚 大家都这么说的 不 我是在想 那半个人是谁 这样一个爱丁顿 他到这里来 是为了验证 叫他心罪的相对论 是为了亲眼目睹 伟大的宇宙的真面目 他哪里顾得上去 听不下说怪话 中午 雨总算停了 阴云还是不散 遮住了太阳 一点半钟 天空渐渐转成灰色 月亮来到太阳和地球中间 可是太阳在哪里呢 太阳依然隐没在云堆里 爱丁顿有点绝望了 要是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 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就付诸东流 更糟的是 要过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 爱丁顿下达命令 照原定计划拍照 有云也拍 天空暗下来 仿佛黄昏突然来临 夜幕即将降落 节拍器打出有节奏的声音 日全时开始了 爱丁顿举起右手 往下一挥 轻轻地说 照相开始 一个助手站在架子上 用一块遮光板 控制每次曙光的时间 月亮遮住了太阳 太阳成了一个黑球 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 亮圈外面喷出了火蛇 大地沉浸在一片奇异的朦胧和寂静之中 大家只感到 热带的潮气从地面上蒸腾出来 大家只听到 望远镜底下 幻底片暗霞的咔嚓声 爱丁顿也顾不得 看那奇妙无比的日全时的天空 它只是隐隐地觉得 云彩似乎渐渐散去 黑蓝色的天幕上 有几颗星星露出了珍贵的笑容 节拍器啪啪啪地响着 报完了那302秒日全时时间 一共拍了16张照片 天空又渐渐恢复了它的光亮 爱丁顿等不及回伦敦 就在普林西比这个小火山岛上干起来了 它每夜冲洗两张照相底片 冲洗出来立刻研究 爱丁顿拿起刚定完影的底片 放在照明灯上细细揣肠 底片正中是一个白色的球 啊 这是太阳 被月亮挡住了 周围是一个黑圈 啊 这是日缅 日耳 因为是底片 一切都反了个个儿 黑暗的太阳是白色的 明亮的日缅 日耳是黑色的 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 有没有黑点呢 没有 黑点就是星光 可是没有黑点 一个黑点也没有 云 云 醉人是云 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 就能把星光挡住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一直找不到黑点 普林西比的这一场努力 眼看着要落空 可是 爱丁顿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他沉住气 照原定计划干下去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自己尽到一切努力 再失败 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爆溃的了 到最后两三页 底片的那层灰色天幕上 似乎出现了一些黑点 可是非常模糊 若有若无 爱丁顿把这几张有黑点的底片 和格林尼至天文台拍的夜空里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较 不行 这些星星太模糊 而且离太阳太远 比较不出结果来 最后 终于出现了一张底片 灰色的天幕上 紧挨着太阳 有几个非常清晰的黑点 爱丁顿拿在手里 禁不住心跳起来 牛顿的命运 爱因斯坦的命运 就在这一方底片上了 不 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 也不是两种科学理论的命运 而是宇宙 宇宙的命运啊 空间到底是不是弯曲 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 这些至大至盛的问题 答案就在这一方底片上 爱丁顿把这张底片 和从伦敦带来的底片重叠在一起 放在照明灯的乳白色玻璃板上 他把眼睛凑上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 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 星光拐弯了 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 空间是弯曲的 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爱丁顿没有发疯 他和副手率领全班人马回到英国 去索布拉尔的远征队早回来了 他们拍的照片之中 有些也模糊不清 但是有七张 和爱丁顿的那一张是一致的 爱丁顿经过反复计算 核对 排除一切误差 干扰 最后 他完全有把握了 日全时的观测 精确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19年11月6日下午 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 在伦敦举行联系会议 听取两个日时观测队的正式报告 会议厅里挤挤一堂 英国科学界的泰斗门都在这里了 这些教授一个个都压低了嗓门说话 仿佛连空气中都感染到一种焦急的期待心情 观测的结果 虽然早就从各条小道泄露出去 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 所以正式宣布的时刻就具有了历史意义 全场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那样庄重 皇家学会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教授在全场宿目中起立致辞 他的背后挂着一幅巨大的牛顿像 这位巨人曾经连续24年任皇家学会会长 现在他正俯视着自己的后继者 汤姆逊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 这不是发现一个孤岛 这是发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新大陆 接着 皇家天文官戴讯代表两位观测队长宣读观测报告 他讲到 日时观测的数据和爱因斯坦预言的EC740分吻合 他讲到 空间是弯曲的 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是正确的 他讲到 牛顿为我们勾画的宇宙图像应该改变了 这次会太重要了 所以有人说 1919年11月7日 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传奇的故事 1919年11月7日 欧洲各国的报纸都把新闻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 对准了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广义相对论 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第12版第6栏的标题 全是关于广义相对论 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学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论 牛顿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6栏的中间 还有一个简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标题 空间是弯曲的 第二天 泰晤士报继续刊载报道广义相对论的文章 标题有 科学上的革命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 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 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 皇家学会会员 国会议员 约瑟夫 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 被询问包围了 例如 牛顿是否已被推翻 剑桥是否完蛋 了 还有报道说 爱丁顿在剑桥做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 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 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 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 各家日报在报道时 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 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在11月19日的新路特丹斯潮上 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 他说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 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 这很使我吃惊 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 《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 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 11月23日 波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提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11月30日 弗洛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塞西日报上说 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 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 反响是有的 不过迟了一点 12月14日 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 解说此事 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 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戈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 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 据报道 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 叙述了5月29日的观察 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 为11月28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 这样 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 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 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 和感激的心情 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 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 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 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 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 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义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 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 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 为了逗读者开心 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 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 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 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 那么就到过来了 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 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 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 《泰晤士报》评论说我们承认它有点诙谐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它的相对论的要旨 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做 绝对地描述的 不过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 并不是1919年11月 早在1912年 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 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 这是指侠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1914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塞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 因此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 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 自从1919年11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 例如 纽约时报所引中 直到1919年11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 从1919年11月9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 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 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 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公众舆论方面说 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的报道 1919年11月9日 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 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 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 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秘史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 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 用六倍大的标题写着 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时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他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 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 爱因斯坦说 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 一是说 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 大家都说欧吉里德被打倒了 二是说 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 警告他们说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 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 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 根本不懂相对论 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 后一种说法 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 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 恐难以考证 1919年12月 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 记者问他 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十二个人 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 但他仍坚持说 外行人理解 它是相当困难的 1919年11月9日后 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 是极为有趣的事 特别是纽约时报 几乎是连篇累读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 11月11日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 人们甚至会对惩罚表的置信安全担心 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 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 可以想象的 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 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 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 11月16日 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 但他们是闭角的逻辑学家 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 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 尽头之外是什么 11月18日 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 劝告读者说 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12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11月25日新闻栏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福 洛奇爵士说 相对论将传播开来 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 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11月29日 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 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12月7日 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 社论中说 对时间和空间的五骂之声四起 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 在此境况中 他们似乎觉得 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 至少有些日子 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 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 引起种种猜测 联想和非议 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20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 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 而且也在20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 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 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 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 1895年伦秦发现X射线时 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 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 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 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 它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 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 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 在广义相对论面前 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 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 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 带来法律的新摩西 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月舒亚 他用奇怪的 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 但是聪明人断言说 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它的正确和伟大 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里深层的波澜 国往今来 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 人们的梦中 出现的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 人类的神话中 出现的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 人们不理解 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 如今 有人来解释 有人来诉说 懂与不懂 又有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 他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 有了共振 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 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 普尔说 过去几年 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 精神和物质均如此 物质的骚动不安 如战争 罢工 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 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 具有世界性 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 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 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 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 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 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 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 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 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 奥斯路 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一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 哥本哈根 近来 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季 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 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 巴黎 轰动一时的新闻是 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 东京 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 那里人群密集 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 菊花节那天 天皇 摄政王 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 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传 1923年3月 新德里 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 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1925年6月 蒙德维地亚 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 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 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 听众往往有上千人 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做报告 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 就知道了 听众中 凑热闹 赶时髦的人 当然是大多数 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做了如下描述 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席皮大衣的美国 英国阔太太 他们手举望远镜 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 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 为了抢夺这位宏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 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 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 1921年6月13日 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 那时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 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 一进爵士家 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 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 竟激动地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 说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 但是那毋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 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明玉后面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 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 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 莫什考夫斯基说 荣誉也要求做出牺牲 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 那么在这种追逐中 在所有的场合中 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货物 而不是狩猎者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 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货物 记者们一波又一波地 沁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 谈话 采访 拍照 没完没了的追问 故作深刻的对话 添油加醋的渲染 还有廉价的吹捧 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 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 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游递员 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 围攻就开始了 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 讨亲笔签名的信 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 只有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 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 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 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 有人请他说明 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的拉长缩短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 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 也有请求帮助的信 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 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请 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 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 一位年轻妇女 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见效力 一家雪茄烟厂厂主 告诉她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 取名为相对性 埃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 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 一些她留下不回信 一些自己复信 余下地交给爱因斯坦过目 这项工作要占取 她整整半天功夫 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埃尔莎已筛选过 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 在1920年 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 但现在 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寻间 邀请和要求 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 游地员变成了魔鬼 对我大声呵斥 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置来 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畏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 但为我的伟大时刻 及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 简而言之 我差不多是只会做 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 请慈善机关带半讨照片和签名的信 谁捐了钱 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 这真是一举三得 既满足了那种宁人崇拜迷的虚荣心 又帮助了穷人 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 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 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 实在忙不过来 就请爱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 摄影家 画家 雕刻家 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 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 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 去闯出自己的名誉 亏得爱尔莎的能耐 既客气优雅 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时 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 碰到那些能泡能膜的客人 爱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 每逢此时 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 明示各样的哲学家 科学评论家 打油诗人 漫画家 无孔不入的商人 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 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这儿八经的谈 有人在瞎扯淡 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 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 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市雪茄 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 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 照出一束强光 光线绕过两个大弯 落到正在撬保险贵的窃贼身上 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 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耻缩效应 杰克小魏剑树精 初次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常见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 严肃的物理学理论 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 冲击得面目全非 爱因斯坦深知 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 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 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 板起面孔 做高身状 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 顺水推舟 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 欣欣然 乐融融 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赏 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没有独立的思想 没有独立的人格 就有了崇拜 就有了时髦的风赏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挥谐 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有一次 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 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他们同类 又有一次 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 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 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 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 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 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 心里总又有些后悔 怕伤了人家的感情 好在名人效应 总使得崇拜者们 诚惶诚恐 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 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 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 这才是真正的名人 平常人 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 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 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 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 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 人人彬彬有礼 说话温文尔雅 衣着得体大方 从政治到哲学 从哲学到科学 他们都会谈一点 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种场合 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 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眷勇的俏皮话 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 他恩恩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 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 但就是心不在焉 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 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所居 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所俗人士而养成的 其实在生活中 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 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 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 他的穿着极其简朴 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 爱尔沙送给他的礼物 很旧很旧的 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 也是爱尔沙送的礼物 同样很旧很旧 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 出席宴会 只有在特殊场合 由于全家人的遗志要求他才穿完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 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 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 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 阅读 而更多是思索 偶尔把头垂向右边 把一柳白发绕到手指上 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 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 拿出一只雕在嘴里 爱因斯坦脸色苍白 额浅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 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 名叫鲁道夫 爱尔南 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 交谈 在回忆录中 爱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 笑起来眯成一条线 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 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 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爱因斯坦比中等个略高 白皙的皮肤 结实的肌肉 他不爱吃药 却喜欢医生 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 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 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 他在一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 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 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 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 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 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 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 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 特别是犹太人 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 久久犹豫之后 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 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 我又胆怯又激动 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夜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 我说明了来意 他表示抱歉 说我还得等一会儿 因为他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 我等着 由于焦急和激动 我的脸都发红了 最后 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 和中国人道别后 便请我进去 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 条纹裤子 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 那张脸 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 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 爱因斯坦对我友好的微笑一下 递给我一支烟 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 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 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 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 接着 他冷冷一笑 低声又说了一句 他是反有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夺了几步 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 事情好办一点 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 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 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 纸就在书桌上 在他面前 我不好意思只给他看 最后 他终于找到了纸 草书了几句 他还不知道 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 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 仍然质朴 善良 乐于助人 这种品质 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 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 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 政治家卢纳查尔斯基 在20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 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 做了形象的描绘 爱因斯坦眼睛近视 目光漫不经心 也许 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 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 也许 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 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 一起在做某个计算图 因此 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 甚至显出有些忧郁 然而 在社交生活中 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 他爱开玩笑 他的笑声是善意的 完全是孩子般的 这时 他的眼睛煞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 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 以致使人不知怎么的就想抚爱他一下 握握他的手 拍拍他的肩膀 当然 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 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 质朴的赞赏感 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纳查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爱尔沙 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 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 但不管怎么说 能让爱因斯坦在二十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 爱尔沙是有巨大功劳的 卢纳查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 头发浓密灰白 但有魅力 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 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 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 她准备献出一切 为保护丈夫 免遭生活拖累 并为她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 使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 她充分认识 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 并充满对丈夫 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 充满伴侣 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 名声 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爱因斯坦传七 柏林三 七 柏林三 波仲和平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 她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 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 她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 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 1918年秋天 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 前线也开始崩溃 11月9日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 仓皇出逃 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11月9日的革命 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 那天 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 她上午出门 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 挤得水泄不通 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赶着 罢课了 革命了 自由万岁 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 就在密密麻麻 满是公事的讲稿下边 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11月9日 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 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 她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 失败 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 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 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 她的政敌们甚至把她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 这当然不符合事实 据爱因斯坦宣称 她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 至于有报道说 她在1918年11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 还参加讨论 这倒完全可能 四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 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 赔款割地 丧权辱国 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 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 加之寒冷与饥饿 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 请爱因斯坦离开宝京战争创伤的德国 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 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她 但是当年痛恨德国 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 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 1919年9月 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 绝不背弃柏林 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 如果不必要地出走 这将是小人行径 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 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意的人们 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 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 他所期望的和平 民主 自由 和社会主义 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不久之后 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 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 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 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 还有困苦和饥饿 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谁也不清楚 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 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 且与他们同流合污 反动派则得寸进尺 步步进逼 战争结束后 只过了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新登堡元帅 就反攻捣算 宣称德军吃败仗 是因为背后中了案件 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 蒙骗人民群众 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 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1922年6月 极右翼分子某次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 几天之后 外交部长拉特脑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允命 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 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 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 说暗杀团黑名单上 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 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 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 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1922年7月6日 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 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 特别要我无论如何 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 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十天后 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航告说 自从拉特脑惨遭杀害后 这里动荡不安 我还不断被警告 气阙教习 回避公开场合 这确实有道理 因为排友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 面对为马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 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二十年代初以后 他与社会主义者 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 豪夫曼 科尔维茨 摩伊斯 格勒茨 曼西茨维克 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1923年 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 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 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 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 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 人民委员卢纳查尔斯基及苏联学者 矿物学家 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 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1921年初的时候 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 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 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 菲德斯曼教授 他告诉爱因斯坦 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 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 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 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 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 面包 靴子 可是这些无产者 理想主义的革命家 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 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 眼光多么远大 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 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 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 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 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 工作室和家里 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 爱因斯坦总是情意满怀 二十年代 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 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 此外 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赴救会 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 后来 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 在简称马孝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做过报告 这表明 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 1930年 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 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 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1924年 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 爱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爱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 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 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 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 为此 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赋信 我高兴地向您质疑最热烈的问候 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 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 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 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 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 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 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 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 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当然 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 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 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 为争取社会公正 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 反对暴力 反对战争 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 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 1920年 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 他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 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 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 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1922年 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 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 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 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 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 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 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 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他的号召 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 只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做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 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 他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 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1923年1月 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 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卢尔区 1923年3月22日 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 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他的目的所必须的力量 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须的诚挚的愿望 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 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卢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 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 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 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 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 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 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 不管它多么残暴 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 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 它在自己的活动中 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 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 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 它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